今天是3月6号 A股已经收盘了 盘中在创反弹的一个新高 但是尾盘跳水冲高回落 那A股进顶了吗 A股这段时间在上涨 反弹幅度超过了400点 你回本了吗 如果没回本 接下来该怎么做 回本了又该怎么做 还有有人在问我说 奥亚 奥尼奥斯最大的机会在哪里 其实奥尼奥斯最大的机会 政府报告已经给出了答案 如果你仔细去看 或者说你仔细去看 现在的盘面 你就会发现 很多人已经回本了 很多人已经吃肉了 但是你还在苦苦挣扎 那为什么 因为你的节奏不对 你的方向不对 你的思路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带着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 到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回答一个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 A股在这个位置反弹了400点 你回本了吗 中午还有人跟我说 奥阳先生你回本了吗 其实说真的 在A股去年这一波沙跌的过程中 我相信大家亏损幅度 应该都会超过30个点 我知道有一个人最多的时候 他跟我说亏了50个点 但是不管你是亏30个点 还是亏50个点 我就问一下 现在这种行情下你回本了吗 回答大家问题 我回本了 但我的亏损幅度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 不会像大家说的那么50个点 所以经过这一轮时间的反弹 已经明确的回来了 但是有人会说那里 重点在哪里 如果一直听我视频的老粉丝朋友 应该都知道 我告诉大家 市场的核心主性品种在哪里 有助了你就能够吃肉和汤 那么市场主线核心在哪里 科技加汽车 科技加汽车 这个是我一直强调大家 要有助要跟紧的 但很多还是不理解 有些人跟我说 你不是看好权柱方向吗 那么权柱方向哪些是重点 权柱方向 我跟大家说过 大金融大宗志投 对吧 如果你有助了这段时间 大金融大宗志投 也是能够回本的 不说别的 就说银行 银行你是不是回本了 如果你有助的银行 在这一段反弹的过程中 也是能够回本的 至少有20个点以上的一个 一个所以 当然如果说你是从其他的板块 割掉去追高银行的 那倒我没说 为什么 因为银行板块整体的跌幅 并没有其他板块那么大 所以你割掉其他板块 去追高银行的话 那么你回来的话 可能也没回那么多 这是他一定要注意的 好 那另一个就是中枝头了 中枝头这个方向 已经创出了反弹来的一个新的高位附近 你想想 是吧 这段时间上涨 他已经突到了这个平台 所以不管你是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位置的 你应该都回本了 但是有人说 我中枝头还没回本 为什么 因为你的节奏不对 中枝头它是属于轮动轮换的 轮动轮换 那你就一定要咬住核心品种 咬住核心品种 你才能够吃肉喝汤 所以中枝头仍然是值得来注意和重视 当然这些 都是属于大票 包括刚才讲的银行 还有就是证券 这些票 它的盘子比较大 短期想要大涨 想要暴涨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你去追高的话 还是要小心追高的风险 周自头还好 中枝头有一些票短期暴涨 有机会给你吃肉吃大肉 但是银行包括证券 就难的 尤其是证券 持续性不太好 今天是这个大涨 明天是那个大涨 所以你最高基本上是被套的 银行板块和证券板块 去追高的估计都是良良的 所以朋友们 我提醒了很多事 尤其是证券板块 是吧 这个板块轮动很快 有一些日内的一些拉伸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这些不是重点 因为你买了银行也好 买了证券也好 买了中枝也好 这段时间你还是很难回本的 只说回来了 但是个股很难回来的 除非你要做的是核心龙头 就比如说我前段时间 跟大家一直讲的 比如说科技类 对吧 科技类就 比如说中心通信 比如说中科曙光 比如说工业互联 比如说其他的 对吧 你要做那些品种的话 还是能够吃肉的 还是能够回来的 但是毕竟是小数 真正的核心看点在哪里 真正的核心看点 是在科技这一块 所以这段时间 离咬住科技的 都应该会回来的 甚至有人吃肉大赚 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你看科技涨那么多 很多票都已经涨了50个点 有些很多票都已经翻翻了 甚至农头票翻了三倍 四倍都对 很多人说我怕了 我不敢去了 对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科技加汽车还是市场主角 2024最大的机会 还是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报告 政府公共同报告 已经提出了明显的一些观点 就比如说 昨天还是前天 发出了一个消息 大家记得吧 昨天的汽车整车 突然就出现一动 突然就出现拉伸 还记得吧 昨天 就是昨天的一个什么 刚好在中午的收盘的一个时段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拉伸 是因为昨天 这刚好出了一个利好 什么利好 我们的高层说 央企对吧 控股的三家 这个汽车 汽车的这个公司 要什么 要做一些新能源方向的一些 什么加速的一些推进 其实说白 就是也要什么 加快新能源车的布局 这么讲 大家是不是明白 我在前期跟大家讲 我说方向给的很清楚 就是汽车 你要注意 要重视要咬住 那么新能源车 不仅仅是我们的其他一些地方的一些车企在搞 不会一些科技公司 比如说华为小米 这些都在搞 对吧 我们的央企也在搞 所以这个就是重点 加上我们国家都在大力推动 新能源车的发展 你说这个是机会还是风险 毫无疑问 这就是机会 调整后 更好 对不对 如果说他在这个位置出现不调整 在这里大概率就是走N型的上涨 这就是机会 所以你有这个主线你赚不到钱吗 肯定赚到钱 再加上刚刚有一个消息出来 一个什么 国家发给予发说的一个数据 我们的汽车销量大增出口 77%的增幅 对不对 而且我们的增幅 我们出口量在全世界是属于所谓的 全世界第一的 说明我们的新轮车具备优势 好汽车不用我说了 那与之相关的无人驾驶 汽车零不见都应该值得重视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科技 科技是现在市场的绝对的主线 虽然说科技很多个股转高了 但很多人说科技太够了 我不敢去了 其实相比来说 我觉得还是相对说不高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美股的科技巨头 谁 英伟达 对不对 你看一下美股科技巨头 英伟达涨多少大知道吗 英伟达现在是2万多亿美金 2万多亿美金说什么意思 14万多亿人民币 我靠这是什么概念 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科技相比起人家还差得远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看有些片涨了50个点 不要看有些片涨了100个点 你就觉得挺高了 但我告诉你很多片还在低位 所以AR这一块仍然是市场主角 在这一块操作当中 大家有助就行了 当然科技方向的核心也有区别对待 我在近期天天跟他讲科技方向几个核心 一个是华为概念 为什么有助华为 华为说我们科技里面最具什么 最具有吸引力的对不对 因为华为确实科技很牛 不牛的话是吧 漂亮国也不会打压他 漂亮国也不会联合他的一些小伙伴 是吧 去全面的围剪华为 所以华为仍然是市场的焦点重点 每一次调整 我觉得后面还是有机会的 随着华为近期的P70是吧 要上市 所以他会有一波比较好的预期的 与之相关的 比如说消费电子 这些也有可能出现一个上涨 好 除了华为之外 就是是吧 全世界大力布局的AR方向 机器人能够智能这一块 尤其是机器人这段时间表现很疯狂 对不对 你看机器人又出现上涨了 而且毕竟的60亿均价现在强压力位 虽然机器人仍然是市场的最多点 市场主角 你去看一下今天的多支票 是涨停的 有多支票是大人的 所以机器人 赚钱效益还是非常的突出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板块内的一个轮动 什么意思 实在高低切涨多了 他调整一下往下压 但是跌多了 他又开始涨 他就这么轮动的 所以机器人整个板块 已经形成了一个什么 形成了一个高低切的一个布局 涨多了 我调整到低位了又起来涨 低位的又起来了 那么高位的一调整 他就是说 每天你会发现有很多票涨停 大场面有一些票调的比较充分的 是不是 除了这一块之外 还有谁 还有与之相关的人工智能吗 数字经济等等 包括芯片 这些都应该重视 还记得在前几天我们的 国资委发了一个消息吗 什么要起来 要求央企啊 就是中央企业要什么 要加速推进 要布局什么 算力这一块 对不对 算力这一块 所以啊 我们的高层在 在大量的布局科技这一块 推动科技的发展 那我们还担心啥 我们还怕个啥 全世界都在搞科技 难道就我们要掉队吗 算力 AR 人工智能 机器人 这些都是重点 都是核心 哪怕近期涨了比较高了 那么我们不追高就行了吗 对不对 只要不在高位去抵 等他回踩到低位了 回踩到重要支撑位了 那我们去做个博弈座 跟踪就行了吗 大家看一下今天 就包括机器人方向的 很多票 涨情的大涨的票 他其实就是属于一个第一位的补涨 你看朱成 对吧 还有像魏力 还看这个什么 北澳 大家看一下这个风力 再看一下其他的一些票 对吧 其实很多都是属于近期调的 比较充分的 开始补涨了 对不对 我们就去找这个类型的 你能力强的话 你去做这个龙头 去做短线 那你能力弱的 我就不追高 我就找一些好票 位置比较低的 我去做个潜伏 做个补涨 不就行了吗 这节奏这策略不就出来了吗 是不是 等着他拉起来 我在高位减仓 高位出货就行了吗 只不过是赚多赚少的问题 整个来看 中字头里面的一些科技股 是大家需要注意 和留意的一些重点方向 这段时间讲的中心通信 中心属空 这些都是可以什么 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当然除了这些之后 还有一些传统的一些科技类票 比如说浪潮信息 对不对 还有比如说科大逊飞 你看近期的话 他其实位置也是比较不错的 在前期经过了一大波的调整 和近期出现一个底部的反弹 是不是不涨了 像这段票 我在这段时间是不是重点讲过 如果你在这段时间重点去参与博弈的话 是不是出现了一波拉伸 出现了一波上涨 对不对 好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谁 还有什么 还有我在前期也跟大家说过 AR方向的一些票 也是可以直接重视 比如说科大逊飞 进阶位置是相对说偏低的 如果你在低位去做个潜伏的话 这里出现不拉伸 你是不是赚钱 你是不是用获利 所以朋友们不要去纠结科技股涨多了 其实很多科技股相对来说 还是在低位 当然如果说大盘出现回踩 出现调整 回踩调整后 来一波快速的撒跌更好 那么他后面的涨势更快 或者说更加疯狂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对于当下的行情 没什么说的 有度主线不放松 在2014年 你才有机会吃到肉 撞到钱 吃到什么大肉 以后有些人可能会实现财富的自由 大家觉得可能吗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